男 山西人23岁 莫斯科大学本科 新闻电视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博森 来自莫斯科国立 罗曼诺斯福大学 所毕业的今年的 应届毕业生 专业是新闻电视专业 那么我在学校期间呢 我是一个比较爱玩 爱挣钱 爱折腾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爱折腾的是什么呀 是我说 我经常跟我的伙伴呢 去策划一些个 中日韩party 蹦迪的活动 以及别墅趴 然后呢 我的人生格言 就是说 爱笑的人运气永远都不会差 以及在我人生中 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能够给我带来改变的 那么今天来到非你莫属呢 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份 活动策划以及执行 或者各位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对 我不爱笑运气也不错啊 不笑好看 你是考过去的吗 不是 自费 为什么要自费去呢 因为我小姨和我姐都在那边 因为我小姨是在进入俄罗斯工作 她是想着说正好我之后 也在新闻电视专业毕业之后 也可以在新闻界去工作 那中国传媒大学多好 对吧 考不上 这是原因 这是原因 行 实在就行 去了多久吗 去了五年 做过哪些工作 大一送了半年多的盒饭 然后呢 后来雇人 雇人 我拿中间的提成去送 大二的话是进入俄罗斯 当中文配音和翻译 大三是我 就是挣的钱最多的一次 就是说去 什么 纪念币 因为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 这几份工作当中 你认为哪一份工作 最能体现你职场的能力 到纪念币 因为我是在大一送和饭的时候 我所积累的人际关系 你人际关系都怎么来的呀 你刚才说你喜欢开派对 我自己本来就喜欢玩 所以我的 我玩有很多 你们开派对都是什么内容 我们所的这个 这个主题呢 其实就是想让 全部在莫斯科 喜欢二玩的留学生 我们能一起玩 这个组织是你自己发起的吗 是我和我朋友 来 我们来看到它的PPT 这个呢就是中日韩派对 我们请的那个 俄罗斯 莫斯科那个 我们那个我朋友的 开的一个音弹子舞团 他们在莫斯科 唯一的一个华人舞团 邀请了他们去 帮我们做节目 然后呢这个呢 就是我们举办的别墅趴 这个别墅趴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 做的没盈利啊 虽然是没有盈利 但是我们活动反响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 俄友记呢是做这个呢 是刚开始做 所以我们想要的是 前期把我们这个宣传出去 你这个大概一个月几次 要几次 这是你组织的 不组织的自己出去玩 一个月大概玩多少次 去酒吧呀 蹦迪呀 一个星期一次 差不多 是不是 嗯 你是用蹦来排解寂寞 不是 用蹦排解压力 就是你蹦完之后会出一身汗 出完汗之后 你觉得特别舒服 键盘老师 给我来一段 那个蹦迪的音乐 我想看看你怎么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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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看看看看看 可以说再大一点吗 大一点再大一点啊 就你们老是一个那个动作 蹦得有意思吗 重点是能出汗 你出汗 打羽毛球都能出汗 为什么就非要 又要花钱买酒 又要是身体不好 喝了酒第二天早上 昏昏沉沉的 图老师在年轻二十岁就懂了 孙元 每日优先合伙人 每日优先成立于2014年 丁附近首创 前置舱模式 开启了一小时 急速达社区生鲜电商 目前已发展成为 中国最大线上生鲜超市 其实你是一个挺外向的男生 你渴望朋友 渴望认可 但你真的有的时候挺无聊的 对 对吧 对 那如果让你再选择一种 解无聊的方式 不蹦迪干嘛 健身 健身 对 因为我在宿舍自己健身的 你是健身是习惯吗 我健半年修两个月 健半年修两个月 我挺喜欢他的性格的 好 我们聊回工作 聊回工作 回来了吧 一周前 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你好快 因为我想的是 可以直接在一个领导人的下面去工作 你想做总经理助理 我想要去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我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万一总经理是一个不爱蹦迪的人 那无所谓 他也不允许你蹦 那不蹦呗 真能不蹦 对 我去健身 你 然后再修修两个月 你有特别想去给他做助理 或去的企业吗 立总 立浩阳 对 没事 你为什么想去他那儿呢 因为 话多 谁话多 节目的时候话比较多 就是 他话多 你是夸人的 你别说话 话多 对 我话比较也比较多 那两个话多的怎么活呀 总之有一个人是聆听者吧 因为有的领导呢 他是 就是不会去告诉你如何去错的 他只会批评你 但是不会告诉你怎么错了 但是如果话多的领导人的话 他肯定会多说一下 他会尊尊教诲你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不是 等一会儿 就是你不怕骂是吧 越骂越开心 也不是 教育行业你没干过 你为什么想去教育行业呢 因为 因为我想说之前有 我想去传媒的 你到底想选哪个行业 传媒 传媒 对 那为什么又选了丽浩阳 因为喜欢他这个人 对 对吧 人和行业是分开的 那你今天到底是选行业 还是选人 行业 是选行业 你想去传媒干什么 什么岗位 嗯 策划 活动策划 或极致行 你干过传媒行业的 活动策划吗 没有 为什么想做 因为我觉得白 热闹 你喜欢热闹 对不对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闲不住的人 对 你喜欢大家 在一起跟开派对一样 把这个快快乐乐 把谁给干了 对 好 你喜欢做活动策划对吗 齐小燕 凤凰网 高级副总裁 凤凰新媒体 创建于1998年 是全球领先的 跨平台网络新媒体公司 为主流华人提供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视频跨平台整合 无缝衔接的 新媒体优质内容与服务 对 那现在正好 有一个项目是一款 其实是一款 中低端的白酒 把发布会想做成一个 奢侈品的感觉 你觉得可以有 哪些元素可以用 在包装这一方面 肯定是要做得很轻很细的 非常有 好 包装 还有吗 第二呢 是 那么这个酒是谁 谁研制的 就是 你管他谁研制的 专门来写词 来写这首歌几位 你看你怎么做 你能说出一点就行 对 我还是一点都说不出来呢 那你就回去 那个 对比吧 首先呢 从他的产品的一个介绍 介绍他是 用一些 比较有名的一些人 名人 去介绍这个产品 然后介绍完之后呢 再去其他的一些白酒做对比 在那边学到的东西 应该用在未来的职场里面 但是我看到他只是在一个 组织party 或者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帮助组织活动 而活动本身来讲非常有局限性 现场的起家给他新的机会 表现的都是让我感觉到 他没有做好一个职场的准备 对 我觉得看到现在啊 你面试策划这个事情上 是一个副分 就我二十多年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做化妆舞会的时候 要不然是欧洲宫廷风 要不然是魔幻风 都比你那个要有趣很多 就我觉得在跟你说那个 酒的历史 有苏式吟诗的时候 你都没有想 像小米在太庙里边 搞发布会一样 你说哎 是不是能联合故宫 搞一个发布会 这个品质感就上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能够3D投影一个苏式 来跟你共同举杯饮酒 你一丁点的创意都没有 因为我是刚回国 我对于这方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概念 我对这方面本来就没有了解 我想做的活动策划是娱乐方面的 而这个是产品方面的 这小伙子确实特别真实 有一说一 一点都不装着 不抬着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真没看出你什么职场能力 这是个问题 对 而且暴露你那个弱点 你的弱点是什么呢 没有主见 从你开始学习开始 去了俄罗斯 是因为你大姐还是亲戚在那 对不对 现在主持这个策划是指的吗 你自己要有主见 那你的工资要调吗 五千 工资调吧 调多少 四千五 我 好 来 第一轮选择许虎虎虎 还有吴战党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听声 准备了什么 唱歌 这首歌呢 是我的成名曲 是你的什么曲 成名曲 我去在莫斯科五年 每一次去KTV 都会唱的一首歌 来 一首《思念式种病》 送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对 我也觉得 唱的好吗 我问一下 为什么选这首歌呀 这首歌 除了莫斯科五年唱了 然后再加上之前又唱了五年 总共十年 但是这个特别不能表现你哦 这个很很忧伤的让我们觉得 那个山东我觉得 你这个观点不对啊 这个从头到尾 我再跟着你一遍 不是山东 我信我 怎么不是山东 我跟你讲你就是做轻车自我包装 我没来就改名叫什么 库尔特留 对吧 这四个人就感觉自己家很高大上一样 这也是轻车品吗 这就是高大上的 对吧 行 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库尔特留 其实我觉得 这个小兄弟就刚才这个歌 才唱出了自己的自信来 否则一直都是在状态之外摇摆 库尔特 我特别反对 你从哪看见自信了 这孩子从一开始来 特别有自信 到现在 这个气势逐渐下去了 唱到最后一点都不享受舞台 这歌他唱了好几年 按道理应该好好把这歌唱完啊 我跟你讲你的 你的评价标准吧 就是要降低你知道吧 就是从头到尾我都困了 就这首歌把我稍微找精神一点 这你都能精神 那没办法呀 是因为很容易自我兴奋的人 贵尔特 不是 你看今天老板被他要求特别低啊 所以我这没办法呀 严厉之人难当啊 他总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这样那样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我们成功不仅仅只是需要努力 还需要的是坚持 所以我特别担心这还是坚持的力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贵尔特 你觉得巴通这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他最近是越来越懈怠 之前到电梯里面 你看我 我正常是一点半来 但是员工的话应该一点来是吧 我来的时候他跟我坐同一个电梯 连招呼都没敢给我打 平时我一看到巴通 他就是在玩手机 我觉得咱们没事可以在网上 多搜一搜人才 把他剃掉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 如果是我 我首先会去 就是找那个管理层次的人 去跟他去说明情况 就是我有什么那点做得不好 然后呢 有什么改进 他告诉你了 然后我说 我会改进的 然后之后看工作表现 看我的 小白的方式 小白的方式 来 来 其实在职场里面 如果说你的上级对你不满了 最重要的是看你的行为的 你发现了上级不满的行为 那你就应该在行为上改进 不用说 先去做 做完之后 每个季度老板会跟你做review的 那个时候呢 你在复盘 你之前哪不好 下面你改进了什么 你希望未来做成什么样的样子 让老板看到你身上有希望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 他已经有了角色要去找新的人 那么他肯定会实施 如果他实施的话 如果你不去跟他去说的话 他已经在实施的过程中 无论你有什么改进 他会发现更好的人才 肯定会把你替换掉的 所以你得需要先去跟他 去正面地去说一下 然后你的行动和你的 这个谈话是不冲突的 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其实这个时候 大家对你的评价标准 反而是降低了 只要你改变了你的行为 其实你的机会是很大的 其实我的缺点 我自己也知道 就是太真实 太不拘小节 太不藏着掖着 这种性格的人 是最容易吃亏的 策划岗位很重要的 就有一点 引起大家的好奇心 同时有自己的主见 如果你说我就纯执行 我没主见 OK了 他这个有勇气 直接去跟这个上司 讲述他真实的想法 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 这一点上我觉得是给他加分的 的确是给他加分的 在从现场表现来讲 你是没有主见 什么时候都是被动的 我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男生其实现在呈现出来的 是很多职场小白的一个特点 就没什么能力 但无功害 你是愿意选择一个无功害 却没什么突出能力的人 还是愿意选择一个 就是有一定的害处 却有比较强的工作能力的人 我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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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也是错了 因为后者的他是有浅 我们看一个人的浅力 浅力说我自我自己思考 自己去判断自己的方向 不怕对错 而在于说我自己有思想 而思维模式决定了什么 决定你真正能走多远 你说我就是肯出力 肯干活 肯努力 但是呢 我不知道方向在哪 这个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职场不是幼儿园 没有人整天盯着你给你带 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是需要你自我驱动 说我愿意往哪个方向走 只是方向不对 有人帮我来调整就可以了 我觉得是要看职务的 如果你是做创新岗位的 自己要创造的事情 肯定是要有能力的 哪怕你有点害 但是我要的是你的创意 这个很难得 如果你是做一个执行的岗位的 我宁可选择一个无害 如果非要在两个里面选的话 其实呢 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想告诉你 无公害不是什么优点 它只能算是一个特点 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把自己觉得无公害 好像是自己的一个优点 其实并不是 在某种情况之下 毒其实也是要 明白吗 你还是要找到 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第二轮选择去口流 还有三盏灯 来 写价格 还行 有三盏 来 五千五 活动执行 地点 北京 活动策划和执行 四千家可比它那高得多得多 地点 在北京 你是说家部分多得多得多 是吧 对 陈凯牌子 五千五 会员运营 地点 海电 北京海电 陈凯 旅乐集团 人力资源副总裁 旅乐集团 是由协程战略投资 即酒店管理 信息技术 采购贸易与一体的 旅游产业集团 目前已在全球签约 开业超过一千五百家酒店 遍布全球十余个国家的 两百多个目的地 来考虑一下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好 接下来有请 池晓燕带来那 谈弦不伤感情 那个 这个价钱还要谈吗 要不要谈 这边低了一点 四千要再加吗 要 要加多少 这边 加一样 加到一样 那边不要加了是吧 是不是 我不加 因为我交给你东西 是这的十倍 二十倍 一百倍还多 我 我可以提问题吗 我想知道我如果入了企业之后 是谁 谁去带我 这是我 因为刚才我什么 我亲自带 千万不要相信 说这句话的企业家 一般都是骗局 凤凰网池总 他亲自带的人 不会低于四万的底薪的 对 我觉得 如果他说他真的亲自带你 如果还不是骗的话 那就说明他故事实在太小了 很有这个可能 是我亲自带的人 都年轻一百万以上的 所以坦白说 我不会亲自带你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 很强大的培训体系 会有一个很好的主管 带你一起做 而且当时我们在那个 你一上台的时候 但那对你是一见钟情 他就跟我说 最后可能是咱俩PK 因为大家也意识到了 你适合凤凰网 但他本人非常欣赏你 但我想说 还是要靠体系的力量 可能如果你有个传媒梦的话 凤凰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 实话讲的 中国就是专业的市场人才 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想 所以在你现在还没有很多的 这个职场经验的时候 我们前期的这个培训 一些指导呢 是一定是我带的 但这个时间 我只有一个月给你 来来来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凤凰网 戴安娜鲁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凤凰网 去吧 太可惜了 因为可能很多东西 我都没有表达出来 可能带给大家的就是 我没有主见 因为我是刚回国的 我对国内市场 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说 有些东西 我是愿意去聆听的 但是可能聆听之后呢 就会 就会给别人的错觉 就是说 我是没有主见的 但如果说 我是在国外 在俄罗斯的话 我是完全可以自己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